发动战争无悔 三子自首悲罪 昨天香港争取特首珍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进入第六十八天 而行动发起人戴耀廷 陈建明 朱耀明 连同天主教 荣修主教 陈日军等24人 下午三点陆续到警察局自首 承担公民抗命行动的法律责任 香港晋慧大学社工系讲师邵家珍 有十多位学生到警署外撑起黄散支持老师 让他一时感动落泪 我希望政府能够聆听到各个不同形式的声音 对民主真普选的诉求 我希望政府能够打开拓令和他们对话 现在的情况都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结束占领 保留实力 继续去行一条民主的路是很长的了 是很艰辛的了 但是要大家一起继续行 不过警察局外仍有反战中组织 正义联盟成员 高举战中领袖穿求衣的看板 支持政府 支持政府 祝拿三子 祝拿三子 我不会参与自首 但是我就赞成他们这样做 我觉得这样做是很理智 力挺战中的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昨天也现身声援 但是他重申不自首 将与示威学生一起被捕 但黎智英也希望占领团体 考虑退场保留实力 我觉得应该撤退了 我们应该保留实力 远土从来 现在这样一路消耗民心 一路消耗我们的意志力 我们就中了 中了梁振英的计算而已 他一路拖延 你都不理 如果我们一路被他拖延 对我们的运动来说 是一个长期运动 不是一个好处 而参加战中的学运团体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没有加入自首 但将会与示威人士一起考虑推偿机制 继续占领 其实对于政府施压是没用的 而你每周的行动都觉得 看到就是 大家实力本身是 现在是有差别的 就是比928 确实过实力的尝尝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会觉得 当新闻 政府报道